以灵圣参主日祷文 2024年8月4日 建议你不只是借助心意诵念以下的祷告文 更建议你用声音发出来自内心的声响 更真实地去体验与神的交流 荣耀的父神啊 我感谢你再一次把我带进你的荣耀里 主啊 这是多么震撼和喜乐的事 天父啊 我能够在我清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我的心情就决然不一样 因为你的荣光照亮了我 使我今天一睁开眼睛 就能够看见你得到那应得的荣耀 主啊 这是多么使人缺耀的事 慈爱的父神啊 你是那一位荣耀的主 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 为了我们一群罪人来到世上 在世人看来他是那么样的卑微 他连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诞生之地都没有 但是主啊 你却把他从卑微之处升为高 你却叫他从那死亡的绝望中 大大的提升上来 使他在世人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 却能够发生在他的身上 叫他能够从死亡中复活过来 父啊 感谢你如此地爱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 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却得了那不应得的救赎之荣耀 今天 当我们来到天父你的面前 我们除了感恩 我们更应当将感恩化为行动 能够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 来朝见你 来敬拜你 来诈美你 主啊 你是唯一配得我们诈美的主 诗慈爱和怜悯的主啊 我们在世上能够有你 我们还惧怕什么呢 你将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音下 我们就应当感受到安慰 更能够从你这里得着力量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就必扶持我们 虽然这个世界是如此地混乱复杂 但是只要我们在你里面 我们就看不见什么能使我们感到害怕的 我们就必因你店里的肥肝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我们喝你喜乐喝的水 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就要回来了 能够再一次回到你的店中 我们必在你的店中再一次聆听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好叫我们的心灵再次得到滋润 滋养我们 使我们成为更加富足的人 培育我们 使我们成为刚强壮大的人 主啊 我们是多么有福啊 圣灵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依靠你 使我们完全向你成名我们的罪孽 求你再一次用你爱之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使我们今天能够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朝拜你 也求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遇见你 愿你借着你的荣光来照耀我们 我们如此的祷告 原始不配 但靠着复活主的恩典和借着祂的圣名 我们必然要说 阿们